阿琪,辛苦了 每一天都带着你的baby来开会,很辛苦 那个我们本院各位委员,还有我们老委会 以及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 那个,我麻烦主委 请王主委 习委,你等一下 给我一分钟 我刚刚聆听了我们习叔伯委员 针对ECFA让利以及早收清单 没有对我们劳工的一个照顾 还有刚刚主委提到了我们99年 这一个整个劳工的基本的这个收入 是44430块 习委员很有心的针对这个议题 来提出这个咨询 我非常感动 我也代表我们劳工姐感谢习委员 这么用心 因为我总算听到立法院有另外一些委员 来支持我们劳工了 我感觉很欣慰 因为毕竟有一些具有劳工身份的这一些代言者 也不一定像我们习委员啊 这么有心的去做这么多的一个研究 那 我刚刚研续刚刚徐委员的这一个几个问题 没有错 ECFA签订之后 只是加大贫户的差距 因为我们给了企业界这么多的一个 这个不管是对方的这个让利 还是说这个租税的一个优惠 但是呢 有没有实际上落实去照顾我们劳工 有没有实际上真正的去 这个多了多少这一个 这个劳工的这一个就业力 我们也希望哦 我也请主席哦 因为刚刚那个徐委员没有要求主席 没有拜托主席 要请劳委会一定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分析资料 给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 作为一个参考 所以我麻烦等一等主席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结议啊 要求劳委会做这样的一个资料给我们 那提到呢 99年度 因为我前面我就已经有质疑啊 你们这一个四万多的这个 平均的收入是怎么来 在我的周遭里面 而且都是有工会组织的一些团体 为什么他们的薪水很少有四万块以上的 很奇怪的呢 我们劳委会这个平均的这一个工资是怎么来的 那这样我们每年说什么要调这个基本工资 怎么17880这个等多余的嘛 我们现在的薪水都已经四万多块了啊 大家都高兴啊 主委啊 真的这样 拿三万的就很辛苦 还是怎么办得这么多你们的总评金 你是把郭台铭张忠谋他们的收入 都把他这个加进来是不是 要不然怎么有这个四万四千三这个东西出来 我去人已经质疑过一次了 是跟委员报告 统计会说外行 那统计基本上 主济处做的统计资料 他的统计应该有一定的统计方式 是老委会做的吗 是我们还是哪里做的 行政院主济处 行政院主济处 那好 那我们就拜托我们老委会 我们主委 去查查呢 这份资料是怎么算出来 明天我还是继续问这个问题 虽然明天是过劳时 你要死也要死也要有够贷 他如果一个月领的四万多块 对不对 他这个老保还是四万三千九 对不对 最高保额 死也要担保他的冠顺 可以够贷贷 问题不是这样嘛 拜托 明天麻烦主席把主济处 把主济处的人找来 我们要好好问一下 可以 谢谢徐委员 谢谢 不好意思 把主济处的找来 那我们也先去了解 这四万四千三百块是怎么来的 我很怀疑 好不好 麻烦一下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要请问一下 那个主委 刚刚我们也是我们前一位委员提到的 对菲律兵外劳 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已经暖化了 我看主委你现在都不在说这个 是不是已经暖化 没有人问我就没有讲 这是我们狗狗的一个问题 当然 民主问题 你的看法 你最近是不是已经暖化掉了 没有 最近没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就没有回答 不过跟委员报告基本上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 我想捍卫国家尊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看工种商种 都很支持这个方案 是 那外劳政策本来不是国家政策的 没有菲律兵的外劳 还有北国的外劳 对不对 所以呢 还是国格重要 当然当然 所以要 你不能说你是提良知啦 我跟你说待会再来 就很多都不是体的 不知道变什么我不知道 好 接下来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一个 我们有一个叫做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条例 就是产创条例 里面针对中小企业 他这一个招募员工 他有一个条件 他就是说今天也有嘛 今天报纸 说他们开始申请了 开始申请了 但是我记得啦 我记得我们 这笔钱是从我们 就业安定基金里面播出来的 当初我们立法院的本委员会的委员 也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但是呢 很可惜也很遗憾 我们民国九十九年的十二月九号 就业安定基金的委员会第五十九五十九次开会的时候 通过了九亿 拜托员 这不是要让六甲本身的 这是补助企业 去請六甲的 你们在花这条钱 就业安定基金是怎么来的 不好意思 主委 这个跟义英津贴一样 义英津贴 这是一个人口政策 应该是比社会福利 结果好了 到最后我也让步了 因为连马总统都给我压力 我也让步了 今天又来一个 这个明明是经济部 明明是老板要花的钱 为什么又动用到我们就业安定基金 在你们五十九次会议 主委你也是相同委员 里面还有四个劳工委员 竟然就这么慷慨的把九亿把他丢出去 有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 这一笔钱要不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我请问一下 跟委员报告 这笔钱的动资当然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那我想不管是在我们的就业安基金委员会 或者是在立法院 我们在省预算的时候 也特别就讲说 就有关这笔钱的动资 一定要到立法院报告 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才可以动资 对啊 那你这边通过啦 结果咧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申请了 已经开始申请了 你资已经拨过不? 绝对不可能 因为都还没到立法院这边报告 他们在二月十八号 二月十八号 已经开始接受申请 经济部 已经开始接受申请 我待会马上跟部长打电话 所以这一个问题 我麻烦你还是要审视一下 好不好 因为我们既然是要经过我们立法院 我们本委员会通过 也要尊重一下好不好 谢谢 那接下来 这个昨天是三月八号 昨天是三月八号 我们 我们这一个主委是 人权律师 也是我们 这一个女性啦 的这一个权益的守护神 昨天主委丢出一个震撼的议题 就是说 未来如果夫妻离婚的时候 这当然是要留工 留工才有 而且还是要产业劳工会比较 比较多 因为你有提到 未来要将劳工退休金 这个一定是产业劳工才有 还有一个就是老保老年给户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老保 一次零后是未来是 讲到技术问题的 如果年金的话你怎么分 离婚的时候 这两条说要拿出来分 技术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 对不对 你身为一个这个律师 我不知道说法律律追溯既亡 没有啦 因为虽然说在这一段时间 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夫妻都在做会在打拼 有可能是没在家在顾小孩 先生在那里打拼 所以会有这个退休的这一个条件 但是在离婚的这一个当中 他的条件还没有成立哦 能够分吗 可以分吗 可以追溯既亡吗 可以啊 是跟文报告 因为以前他会有做过一个状案研究 那发现在德国在美国在日本 其实他们都认为应该要列入分配的范围 目标我想是这个方向 那的确在技术上面 因为每个国家的制度不同 人家制度也非常复杂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公式 那台湾 尤其文刚刚特别提到 采年金之后他的确也变复杂了 对啊 对所以怎么去计算 所以这个这个技术 要请学者专家来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 是怎样 你现在想到的 只想到的 可能是家庭主妇啦 但是你们又调查了 百分之三十七的妇女 现在是家庭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主要来源 这个人 为什么刚刚特别提到 产业的劳工 你如果是职业的劳工 可能他的这个工会比较快 没关系 但是产业的劳工 你看看有百分之三十一的妇女 他们都认为每一天 睡眠不足 为什么 蜡烛两头烧 早上要看早上 晚上要看早上 这个几十年下来之后 这一些退休金 都是他的血汗钱 万一是一个不成才的老公 诶 这个是这一个妇女 利用他的青春 他的血汗 赚来老年的一个一笔的这一个保障 你又要把他拿出来 做个本 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好了 主委啊 神圣评估这一件事情 跟我报告一句话就是 我这文非常非常关切 那因为其实在分配的时候 我是觉得开头的时候很高兴 但是到最后呢 想一想不对劲 我理解我的关切 但是法台里面有写说 平均分配显示公平 然后是可以左减 而且左减是可以左减到零的 所以以前我在当律师的时候 像委员刚刚所提到那种案子 那个先生可能一毛钱都分不到 因为我们或者他可以 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一 五分之四对五分之一的分配方式 不一定是均分 就是要看 大家对这个财产的贡献度 所以如果那个先生 就是 要接不住 他基本上 他可以左减 而且可以左减到零 如果真的要实施要配套 然后还是要对一些可怜的妇女 还要更更浪泉去听人意见 这样好不 了解了解 等一下 謝謝委员